那我们看到今天向我们求助的这位大姐已经站在场下后场了 她的情绪其实非常激动 而且看上去显得非常的紧张 在她身上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我们还是先掌声有请当事人 我承诺我在现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如有不实我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请您面对镜头说出您的诉求 有请 我要离婚 我不知道怎么维护我和女儿的权益 所以我来请求律师 求助人王女士 北京人46岁 无业求助类型财产纠纷 王女士 您刚才讲到的诉求是 您要离婚 想保护自己的权益 现在是还没有离婚对吗 没有 离婚这个念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7月份吧 7月份家暴 2017年7月份 因为一次家暴 对 家暴到什么程度 就是把我牙打掉一颗牙 现在补上了吗 没有 哪个部位 就这个 哦能看得到 右下侧 对 多大的劲儿才能把牙给打掉了 他就一拳过来是吗 对 他当时肯定是出血了 对 那些都是血身上也有伤 但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喝酒了嘛 他经常是酒后家庭暴力吗 嗯 也不是监察就是这次最厉害吧 这是他第一次打你吗 也是嘛 以前嘛就是吵吵闹闹闹的没有这么厉害 这次打你报警了吗 报警了 有这个记录 有记录的 有这个医院的诊断证明吗 在Purvistore这个 是吧 也有法医鉴定那一次 还有法医鉴定 鉴定结果是什么 清微伤 我想问一下王可律师 从专业的角度 清微伤意味着什么 会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是这样 法定呢 故意伤害的量刑 是从轻伤以上开始追究 那么当时呢 按照他的伤情 如果是一颗牙齿的话 那么应该是构成轻微伤 不构成追究刑事责任的这个标准 当他达到轻微伤的时候 可以按照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 对这个人实施治安拘留 他是一种行政处罚 而不是刑事追责 明白 所以在当时 这个你们去警察局以后 就要行政拘留您的 对 因为我女儿骂 我女儿不同意 就当时已经做了这个决定 要行政拘留她 对 可以拘留 但是您女儿不同意 对 我女儿就是那个警察同志 也说马上再给她一次机会 那后来等来的是什么 等来的 8月份她起诉离婚 2018年1月13号 又一次加报 也就是我们大屏幕上看到的 对 这个认断结果 你去医院还做了一个诊断 诊断的结果是什么 轻微脑震荡 轻微脑震荡 对 我的个天哪 都为孩子召向 而且您这程度都还挺严重的 所以在2017年8月份的时候 你们就起诉离婚了 她起诉的我 还是她起诉的您 对 照说您是被施暴方 应该是您主动提出来离婚 那为什么是她主动提出离婚呢 因为那会正好拆迁 8月份就开始拆迁了 在巨大的利益面前 所以她也不想这个财产 旁落到您这儿 对吧 虽然您是她合法的妻子 但从情感上 其实她已经把你给剥离开来了 所以起诉您离婚 那这个事情后来有判决吗 判了我不同意 反而没判 当时不同意的理由是什么 是跟拆迁有关 还是说这段婚姻您还想维系 也想维持吧 也跟拆迁有关 有两方面吧 毕竟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反而也是 这次家暴是您下定决心 要离开她的真正原因吗 对 是的 这个时候拆迁完成了吗 完成了 您拿到了相关利益吗 我就有50平米的安置房 租房费 有三年半的租房费 8万4 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主要诉求 您是想离婚 对吧 您刚才还提到第二个 就是想要回您的权益 您能明确地告诉我 您的权利里面 包含哪些内容呢 因为我是那个98年级的婚姻 所拆迁都是院子的所有的房屋 都是我们夫妻俩 就是共同发建和扩建的 而且这个钱呢 就是我姐那儿借的 现在拆迁了呢 这剩余的拆迁款 我想有没有我的份 有多大的 这个房子里面 一共有几个人的户口 我看到有六个人 六个人 六个人 你们一家三口 您婆婆 还有呢 还有那个我大姑姐 姐夫 因为她不在 那个她户口不在这 她可能按那个规定 她也有补偿面积 好 也就是户口在这 五口人 每个人按照五十平米 我女儿是一百 因为她是大年青年嘛 对 那你们家现在一共拿到几套房子了 四套房子 一女儿一套 一百平米的 然后您爱人呢 她有一套 大姑姐有一套 那现在还有一笔拆迁款是吗 对 拆迁款是多少金额 就买了房以后剩四百多 房子您拿到了 但这个拆迁款 您是想问一下 这个里面有没有您的份额是吗 对 因为我出私间的 那这个事情 你有没有跟您的爱人和您的婆婆 他们去商量这个事情 商量过 商量他们不同意改 您是怎么提出来的 我提出来就是说女儿上学嘛 那给她要钱很难要 一个月给五百块钱都不出 我现在没办法了 因为女儿上学 生活费啊学费 都得给我出 我跟你说 现在我负担不起了 我就想求助律师 我说把我那份给我 我想给孩子一个家 我跟你说